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剛剛漏了一個動作其實就差很多了 第一個就是你把它解出來 解Eclipse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把Toncat Toncat放在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你會問Toncat就是這個目錄 我把它放在一起 主要原因就是到時候比較方便攜帶 那打開來之後呢 做幾件事情set in 第一個就是你round time environment 你應該把它引用進來 這個Workspace自己在建立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Server new進來 到時候你一執行之後 它就會直接呼叫Toncat 幫你把你的那個ServerLate 執行到Toncat伺服器上面 其實會方便很多 那動作就是第一個 在Windows裡面的 Refinance裡面的那個 Server裡面 這邊有一個round time environment 預設是沒有的 我把它在裡面再做一次 Add一下 然後找7的版本 按Next 然後呢 把這個路徑改一下 Growse一下 找到那個我們的 根目錄底下 然後會有一個 Poncat7042的版本 其他都不要改 按Finish Finish OK 那現在 在左邊的部分沒有 沒有怎麼辦 你就New一個 Server 因為我需要一個Server 那這個Server在哪裡 在 File New裡面的 Other Other裡面 往下找 就會有一個Server Server 因為我要建議一個Server進來 那 就找到Server裡面的這個Server 我要 裝一台那個 Wave伺服器 在我的Eclipse裡面 所以 Nesser Nesser之後的話 其他都預設的 Nesser Finish 一下 那最後各位可以看到 正常應該就在這裡 這地方 會有個 Compcat的Server 在這裡 你要有這個東西 不然你Run 等於是沒辦法Run OK 那其實網路上有很多參考 不過我看一下 網路每個寫的都有些細節都不太一樣 不過大概標準動作 照我這樣做 很快就做出來了 好 那最後還有幾個地方 我剛剛講說 因為我們最後開發的時候 那個 我們的編碼 編碼一定要說是UTF-58 所以編碼的部分的話 怎麼樣改UTF-8 在那個Windows裡面的Preferences裡面 幾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第一個 在那個一般裡面 一般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有那個Workspace Workspace裡面呢 請各位 把它預設的那個什麼 Test File的encoding 它原來是用Big File 有沒有看到 請你全部都把它改為什麼 UTF-8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們要改的話 將來全部都Big File 然後呢 別人看到可能就會失敗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請你們先把這個 環境把它改一下 那改哪裡 改那個 Windows裡面的Preferences裡面的 一般 一般裡面的哪一個呢 Workspace Workspace裡面 把這個改為什麼呢 UTF-8 預設都UTF-8 Workspace應該有 然後改UTF-8 這一點一定要做 然後其他看看有沒有 大概Workspace先改一下 記得把它改為UTF-8 OK 按OK Apply 先Apply一下 還沒有 還有一個地方 再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還有那個 其他的部分的話 按OK就好 先把Workspace的部分先改一下 那再來的話 如果將來 各位 New 檔案之後 第一步先改一下 這個就把那個 Workspace改完了 那還有第二個 要改哪裡 改那個Web Web裡面 往下會有個CSS File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那個 底下呢 那個Web裡面呢 也有 預設是什麼 預設也是Big File 對不對 請各位把這個也把它改為UTF-8 往上移的話 改第一個這個 Apply 然後呢 HTML File 請你也把它改為 UTF-8 在那個Web 有沒有 Web的標籤裡面 然後JSP的檔案也是把它改為UTF-8 所以會有三個 三個檔案格式 就是一個是 CSS HTML 跟那個JSP 這幾個都把它改為UTF-8 這樣以後 在編 我們在那個 產生 這個 Java檔的時候 他就會用 這個 UTF-8 幫我們去Compile 不然的話 這個問題會蠻 蠻大的 OK 大概是這幾個地方 好 那 接下來 接下來還有一個Sample 我們 第二個Sample 我們一起來Run一下 所以 基本上 剛剛漏掉一個就是 把那個Server引進來 不然的話 你將來沒有Contact 可以 幫你Run 你最後的那個ServerLate 然後 再來 第二個 就是說 我要知道幾個 比如說 我ServerLate上面的參數 那這些參數的話 我如何取得 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 Request Request 物件裡面 裡面的一些參數 我們可以取得 我們要的 Server端的一些相關的 路徑訊息 那 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一個Sample 等一下 各位也是 第一部 也是新 New的ServerLate 都是ServerLate 都是JSP 那這邊的話 New的 我想跟剛剛的一樣 就是 直接在哪裡 在Java的Resource 的SRC裡面 那請各位 也是一樣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套件 這個地方一樣 在套件上面 其實就是在 這個 我剛剛 這個 這個上面 套件上 按右鍵 或者在SRC上 按右鍵都可以 另外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ServerLate 那ServerLate的名稱的話 我們取 叫做 Paste 這邊的話 我們取一個叫 PasteServerLate 因為我要利用這個 Sample來 知道說 我現在的ServerLate 相關的 Paste的Information 的話 然後呢 我的 Package 是這個名稱 按NAS 那View的部分的話 記得把它Edit一下 後面加一個View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加一個View 記得 剛剛有同學 多了點 就是把這邊 增加一個 UIL的Mappings OK 按OK OK之後的話 再NAS NAS之後呢 因為我這邊呢 只需要一個DueGate 就好了 所以其實 DueGate DuePaste 其實可以不用打勾 我可以按Finish 那Finish 那Finish之後的話 請各位呢 完成 這邊的 這邊的程式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就是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要怎麼知道相關的Paste 我先弄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話 我需要知道什麼呢 知道這個 比如說 Request的URI 我這邊按Finish 跟那個 Context的Paste 還有ServerLess的Paste 還有這個Paste Information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弄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我的 這個 第一個是我的什麼呢 我的 第一個這個 幾個訊息 包含就是我的 URI URI的位置在哪裡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URI的位置在這裡 First ServerLess的一個 ServerLess斜線 多一個STAR 這個是我的 這個 Request URI的位置 那再來的話呢 我的Context Paste 跟我的什麼呢 ServerLess的Paste 還有我的 相關的Paste Information 最後把它Print出去 OK 那看到最後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上面可以看到 大概是這樣一個簡單的Sample 那我們怎麼可以得到 這相關的訊息 其實我們可以從 從這個 我們可以建一個 建一個 從這個參數裡面 參數裡面 我會引用到一個叫 這個叫 HTTP Server Request 的一個參數 我們透過這個參數 裡面的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 GetRequestURI 跟 GetContextPaste 還有 GetServerLessPaste 還有一個是 GetPasteInformation 取得 Server端的一些 相關的路進訊息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好 所以這裡的話 谢谢大家